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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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宣佈 4月22日起 實行首階段酒掃 並設立半年的適應期 大家用目光都會集中在對餐飲業的影響 其實酒店業也同樣備受關注 推行酒掃後 市民的生活行為習慣 可能會逐步被迫改變 對增強環保觀念 始終是一件好事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政府首階段的酒掃 4月22日開始了 所以距離現在都很近了 準備成怎樣呢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以及一般市民來說 是不是受影響很大呢 以及我們的行為有沒有改變呢 請嘉賓跟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的嘉賓 香港酒店業聯會總幹事 徐英偉 你好 你好 很多人在說這個酒掃 眼光在餐飲那裡 因為很多人都要 可能每天都要面對外賣 那些 但至於酒店業 相對 如果我不光顧酒店 好像與我無關 有沒有這個問題 其實也不是的 我們酒店都跟很多市民生相關 我們酒店都有很多的餐飲 零售 不過說得對 大部分可能會有個感受的就是旅客 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環球 很多不同國家的城市 都其實有這些叫做減 掃膠這些政策的推動 我們香港走得比較前些 但我覺得也值得的 地球只有一個 如果業界我們可以先行先試 我們有一些行為改變 其實很多旅客真心說 去到外面旅行的時候 都開始習慣自己帶自己的一些 可能廁所的用品 用具 所以我覺得 可能對於香港本地市民 影響不是太大 但我相信他們如果去全球不同地方 國家旅行的時候 都會發覺很多地方 都會有類似這樣的政策委鼓勵 說到這件事 給人感覺就是 餐飲業 其實你酒店都牽涉到餐飲業 餐飲業在世界上 香港人不是走得那麼前 就是台灣、韓國、日本 十幾年前已經做了 歐美我不知道 但酒店那裡 譬如說 酒店洗澡用品 保健用品 洗澡等 那些反而是我們先行一點 我們也不算是最前 如果我們走得太前 其實在市面上 找不到這樣的供應 我們會走得比較足 這個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事實 例如什麼呢 如果是國內 他們不會完全離開所有塑膠 他們會盡量減 但我們這次去完全離開 這個其實我們 都不是完全沒有面對一些困難 但都是一些可以解決到的困難 例如我們早期 法例通過了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找一些供應商 那供應商 都不是完全可以 給到所有的一些產品 是沒有這個塑膠的 例如我們初時 我們看到什麼困難呢 就是水瓶 那你沒有水瓶可以用紙 紙的時候 發現原來頂部也是膠 或者它的塗層是未必符合 但是我們經過過去幾個月 都感謝政府 他們都會跟我們 有時建議一些供應商 大家去看看 有沒有一些新的產品 是可以符合到它的規格 不符合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代替品 可以做得到 所以雖然4月22日 我們開始推行 其實過去的差不多大半年時間 我們跟政府都是很緊密聯繫的 就經常去拿一些產品上去 或者建議一些供應商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產品 是可以符合到那個要求 都是以4月22日 能夠推行為這個目標 你當它是一條鏈 供應商 它也要找原料 它找到原料 它也要看市場有多大 香港畢竟一個 雖然七百多萬人口 相對都是小 全中國跟香港比真的差很遠 那你又要看看 去到酒店 這個用家 和政府 這條鏈 你們扮演什麼角色 就是我們 我們要不要幫供應商 去走地 其實也要的 我們因為 都相對比較主動 覺得環保的政策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 我們推行的時候 都未必有很多供應商 在市面上 都要到處去找 有些幸運的是 例如牙刷為例 你要找一些完全是 竹造的 即不是塑膠造的 一些梳 困難一些的會是什麼 剛才我說 就是 剃鬚的刀片 那些 玉帽 都要少許時間 我們去看看 怎樣可以有些物料 又可以滲水 又可以鋪到頭 亦可以發揮到功效 牙膏 牙膏那時候 我們曾經面對幾大困難 因為為什麼 有很多裝牙膏的包裝 可能都是塑膠 有些塗層也未必符合 後來都會有些不同的替代品 例如它會有一些 一顆一顆 像糖一樣 放在嘴裡咬 咬完之後 有泡在擦 很有趣 但後來我們慢慢都發掘了 很多不同的供應的替代品 剛才你所說 所以我們不僅是用家 我們其實都覺得 酒店業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有份一起去推動 這個酒塑膠的發展 有沒有市場問題 正如我都說過 你市場太小 我做供應商 我都不會特地為你開出生產線 所以這跟正如我所說的問題相關 如果全世界大趨勢 我看到將來 我就開出幾條生產線 否則只有你一兩個城市 那是有難度 是不是 其實會的 所以這次我們支持 酒塑膠這個政策的同時 商界的成本的確是提升了 是的 在我剛才所說 市面上 是不是全世界都在行同樣的政策 他未來 不僅是七、八萬 這個城市的市場 他在看是否一個大中華的市場 有幾億人 但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過程 總要有人先走 不過剛才你所說的 對於我們香港的營運來說 這個政策的確令到我們認為成本 是會有上升的 但是相對來說 對於酒店業來說 即是 現在政府開放這個房間稅 如果你生意好 真的有人訂房 不要說濕濕稅 也不會覺得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相對來說 你環保 要做環保增加了那些物料的成本 那條數其實不是很大 其實也不是的 如果你想想 我們有很多的替代品 會比未選擇替代品 有很多時候都升了兩、三倍的價錢 這麼厲害 是的 雖然有些東西可能是十元以下 但是你想想 要大量去訂購 大量去特別製造 然後要將以前的全部取締 在工程上我們也多做很多 例如我們那些洗澡的簡易 與其有些小包裝的 我們就會有些酒店 全部在廁所那裡 安裝一些可以補充 從天翻那些 瓶水 因為以後我們香港 就不可以派瓶裝水 所以也有很多酒店 是投資了一些過濾的水機 放在每一間房間 有些瓶裝水特別要去訂購 但是那個成本 其實簡單來說 其實也不是特別便宜了 去到瓶裝水這個大影響 就是沒有誰不喝瓶裝水 所以首階段侮辱這件事 都是要考慮一下 政府也要有更大的準備 是不是 其實水也是有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都準備好了 大部份的酒店 有時候會在那一層那裡 有一個水機 再不然每間房間 會有一個濾水器 如果不可以給一些膠裝的水 就剛才說 有些是鋁罐 有些是瓶裝水 所以你看香港 我們真的很先行先試 對於我們營運來說 是會多了壓力的 不過好像剛才程先生你所說 政府就住這個酒店房間稅 我相信他都覺得我們香港的房價 在周邊之後 還有競爭能力 他才會提到這件事 去到這個減數和酒數有個差別 是吧 我們都現在在說酒數 但是趨勢 是不是都是走向 比如向著一次性用 用積器的方向 要不是 你介入成本 如果你可以再用 那就應該成本省很多 但是 你變成一些 這些物料是木的竹 那就更加不可能會再用 是哪個趨勢 都是想著一次性 是不是 其實大部分的 剛才你所說的 一些廁所的用品 必定是一次性的 但是當然 如果能夠鼓勵到 其實是一種文化 旅客去到海外旅行 大家會不會鼓勵他們 不要用酒店的用品 自己帶呢 或者將來我們會不會更加鼓勵 用更多不同環保的意識 現在都有的 酒店房間可以 如果你住三四天 那不用每天換皮 如果乾淨的話 所以這些都是 有很多酒店 就算未有現在 要說走塑膠 其實大趨勢 就是希望大家把環保意識 在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生活 一些活動當中 都會盡量推廣 這個可能影響行為很大 也會 真的 如果對於一些旅客來說 平時不習慣的話 有些人 我們見過有些人 都不會多掃 就是去掃你們的用品 那些 通常我聽過有些小紅書說 他們就會去我們有些酒店 其實是草 也不是素 它是有些紀念價值的 的確是以前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去到一些漂亮的酒店 他們都會因為很特色 都會做一個收藏 但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收藏 我覺得不如我們特別 做類似的東西 如果股客想買回去收藏 有一個特別價值 這個也可以另類去想 但如果我們整體每一年 我們有多少量的旅客 會用多少這些塑膠製品 如果我們整體可以 只是香港來說 我們減散了的時候 對那個環境 我相信的確是有一個 好的正面影響 如果全世界不同城市 都大家一起這樣做 都是這個政策的初心和原意 為何要做一個減塑膠 是否想影響那個旅客的體驗 絕對不是 但我想政府更加重要的 就是要把理念和原因 多向不單止市民推廣 要多向旅客推廣 這裡又沒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你傳統的觀念 是這樣的方向 你的東西越整越漂亮 越整越漂亮 但當你現在 因為要走數 要環保 影響不影響酒店的 所謂的級數 就是說你沒有那麼華麗 你沒有那麼精美 沒有那麼方便 那你譬如說 做個水機 好像這些是 鋁舍 鋁舍 賓館才會用 譬如我五星級酒店 有個雷水機 就不是有杯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還是這個趨勢 都要習慣 是嗎 首先我們做酒店 第一件事 一定是以服務質素為優先 如果說去到一些地方 在賓館 他會有個雷水機 其實更加沒有 他們通常叫內賣 如果你看到我們一些酒店 會真的用心思去 特別去製造一些水機 漂亮的水機 確保顧客來到的時候 有水喝 有一個好的體驗 去到就算浴室 而沒有一輩間的 但我們也會裝修得比較漂亮 有些不同的補充 讓大旅客來到的時候 在他的體驗或者他用的當中 他是不會降級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們跟政府過去幾個月 經常去談 我都聽他們說 你都很實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很上心 去找替代品 就是因為我們要確保 顧客來到香港 我們的服務質素 我們的體驗是不會降級 那才會大家來來回回這樣去做 簡單來說 如果是一些想減成本 他就會完全不用想 全部不給算 雖然有些酒店 都可能會選擇 不如我們不給吧 但是我們都會加強 是什麼呢 多些可能在酒店裡 提升一些環保的意識 令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不是因為減成本 而是我們的方向性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去推動環保的意識 沒錯 你說得很對 就是我想比較一下 因為你剛才提起 說換床單的問題 就是兩者比較 究竟哪樣那個 真是環保的實際效果大一點呢 我每天回來聽他們解釋 歡迎繼續收看時代播解 我們今天嘉賓 香港酒店聯會總幹事 徐英偉 我相信現在的業界都已經準備好了 只有兩三個星期就要來的 這個也不需要去討論太多 你已經正在做了 分別來說 我們可能越說越大 就是環保概念 我剛才提出就是 給你提起換床單 那酒店已經經常都有 留著你五星間 怎麼都可以這樣做 你使用過之後 你掛起它 下次還可以再用 不用再一次 洗一次就要換一次 洗一次就要換一次 這種節省 就是環保 比起現在你換了那些酒素 哪樣是 其實實際上效果大一點呢 其實每樣都效果重要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是一種文化的一種改變 如果我們在想 怎麼可以節省到錢 節省到錢我們不會想這些 我也不是說節省 節省不用 比如說節省水 還是限了 是 所以剛才你所說 我們用毛巾 我們減少了用水 其實減碳排放 要做很多這些事情 真的是一種文化意識上的 一種教育體驗 如果我們說環保的這些酒店的措施 或者是一些管理 絕對不是新 你說回歐洲、北美 其實都走了很長的時間 從來不會說 因為我們想節省 每天會來到的時候 他們希望每天都更換 每天有新鮮的東西 我們一定跟它做足 但是如果它有這個選擇 我們都會很正面地鼓勵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甚至很多酒店是什麼呢 在酒店的電視上 那時候也會有很多的推廣 說著我們酒店現在 怎樣走得更加綠色 怎樣去推廣ESG 怎樣可以有海持續發展 那這一方面 其實都是這個世界的趨勢 沒錯 反而如果有很多酒店 仍然很守舊 這些一概不講 他們反而就會被淘汰 可能我覺得這間店很歐 有一個問題就是 跟酒素、毛巾、節省溶水 是兩個很不同的 因為那件事很難硬性規定 你可以不可以政府有一個政策 就是說 好像酒素、酒毛巾 你不可能這樣做 你只能夠鼓勵 鼓勵和建議 那更多是你自願去做的 所以相對你現在酒素 這個是政策規定 一定要做的 但是你那些毛巾、用水 那個真的是一個自願的動作 對嗎 性質上很不同 其實我看過很多政策的推動 其實你問我 去鼓勵形式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就是好像有些國家 我們以前說捐血 你去給錢人捐血 還是你鼓勵別人捐血呢 原來有很多國家地區 告訴我 你不收錢 你鼓勵他捐血 大家湧著去 那個捐血的率是會高的 其實我覺得 不需要每次要立例去改 是 雖然有些可能立例去改 可能會快些 但是 接下來我也會建議 如果有很多政策去推動 其實多些跟我們商界一起合 然後我們共同 擁抱了理念 一起去推廣 這樣可能出來的效果更好 我想說一個再大一點的問題 我們跟餐飲業主業界 做節目都講過 這些同樣的問題 有些說法就是說 你走掃 某程度是環保的 但是你走掃之後 你用的物料 其實程度上分別 它也是有環保問題的 比如你木的 竹的 那當然說 那些是專門種來這樣用的 不是要斬那些野生的自然界的樹 但是畢竟 你都是那些物料 都是會什麼 當然唯一的分別就是 你走掃就是那些可降解的程度 差很遠 那你要徹底真的要環保 其實下面只能夠 只能夠是程度上的問題 你要環保的時候 你也要付出代價 除了你的成本增加之外 你另一種的 就是環保的代價 也要付出 其實這個都 我覺得政府少說 為什麼我們減塑膠 同一時間 在差不多時間 我們推動這個減垃圾徵費 沒錯 垃圾徵費 從來我覺得 假說得不夠徹底的 就是究竟 為什麼要有那個徵費 很多人就會聽到 徵費就好像懲罰大家 但其實理念和原念就是 希望大家盡量少些垃圾 我們少些垃圾 看到海外一些地方 他們的做法 不如在徵費那裡 就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去鼓勵別人 來源頭減費 說了很多年 但如果大家不能夠擁抱 或者接受 好像剛才我所說 就會有很多抗拒出來 當然有些結構性問題 例如你去到說老人院 它是一定要用的 那會不會有些不同的方法 來處理呢 因為例如我們去到說 一些懲罰式的政策的時候 很多人不明白的時候 就會去問回那個政策原意是什麼 政策原意是減這個廢物 剛才你所說 減了廢物的時候 無論你是掃膠也好 或者是一些降解性會比較大 即是可以很快 是可以溶解得到的這些垃圾 那大家會更明白 缺一其實是不可的 那這個是一個 一連串的一個解說的一個論述 所以現在我們都希望 政府除了在幫我們業界去 準備好下4月22日推廣 另外還有垃圾徵費這些 其實那個論述 那個理念 那個初心 其實那個要放多些精神時間 如果不是大家只會聚焦下去什麼 那些東西很貴 那些東西找不到 有多不方便 那就變成了 大家那個焦點會擺錯了 對 你覺得對 不過今天可惜我們不是專門說 垃圾徵費 因為那裡有很多東西要討論 除了這一點之外 有些人當你對垃圾徵費 或者對環保要做這些新的政策 有抗拒的不滿的時候 你自然找了很多東西來講 最多人說的就是 你說要減少膠袋 走數 是吧 那你的垃圾袋 都是膠袋 而且說明是不能降解的 那於是出現了這個問題 其實是比例上的分別而已 你省了100萬個膠袋 可能你用另外要80萬個膠袋 那你就叫做環保阻 那這些問題呢 當你的政策不完善 大家不太明白的時候 這些就變成別人拿來講的理由 對吧 所以問題就是 你環保其實某程度也是 要支援還是要付出環保的代價 可以這樣理解嗎 其實如果我們想想 我們要付出多少環保的代價 其實我們要想想 現在我們其實在環保上的臨界點 是不是已經過了 當我們去… 雖然我不是一些環保專家 但是我這些小朋友 在學校經常學環保的知識 都說到 我們現在地球已經… 垃圾已經撿得滿了 越來越多的廢物 很多的素加 會令到天然和海洋生物受損 是不是我們已經過了 那我們就要想 究竟我們要看著眼前的 還是我看著我下一代的地球 還有沒有留得很漂亮的給他呢 所以… 是會說得很遠的 但是… 我們不去這一刻想 怎樣去做好這個環保的政策 其實最終那個代價 是… 我們下一代承受得更加重 都說了兩句這個索精費 有些批評就是說 你落索精費的原意 很多市民因為要對收費的問題 那些交代的問題 不知怎樣處理等等 其實忘記了一個初心 當初為甚麼要做這件事呢 就像你說 要減少廢物 是吧 那… 你要減少廢物 就不是… 只是想辦法解決這些廢物 那所以這個問題呢 你要每個市民 好像我們覺得這麼… 這麼偉大、這麼長遠 看看我們的後十代、後一百代 這個我想… 不是很實際 是吧 還是要看眼前的 那這裡是否有些少許技巧的問題 就是這次的走數 可不可以為… 立實精費提供少許 有少許… 當然完全不同 有少許試驗、測試的作用 其實所有環保政策 是一環扣一環的 你要走一個不走第二個 其實都… 不完善 當然你說得對的 永遠沒有完善的政策 但是那個解說 我相信現在是面對最大的挑戰 就是當大家聽不入耳的時候 大家忘記了初心 不覺得那件事重要 所以剛才我想說 那個代價究竟是我們未來的十代 還是其實我們看著 其實我們下一代 或者我們眼見這一代 其實已經受苦了 已經入出已經有問題了 是的 如果不是我相信全世界 但是我們不會就在環保 那麼著心、那麼緊張 很多時候我們說 看著眼前 其實我們眼前看著的環保問題 已經是很嚴重 當然我們要每人出一分力 就像剛才說 酒塑膠對於我們酒店營運 成本上升 都是有打擊的 但是我們始終都要想想 我們是否能夠每人做一些 為了我們地球做一些 當然我們也希望 政府在其他政策上 都可以支持一下 如果不是其實 如果泰國成本上升 都會令到很多投資者卻步 但是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現在只能夠看著 酒塑膠 某程度是先而後難 也是先做了一步步來 希望市民的行為和概念 都有些改變 希望人能夠有一個缺口去開授 好了,今天很感謝徐英偉跟我們聊天 真的希望政府能夠多些想一下 如何宣傳這個預言 好了,今天的時間到了 多謝徐英偉 《自治大破解》 下回分解 《自治大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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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